大家好 二致世界大戰電影 這部亦是另一部 計算鋼鋸鑽之外 Backbeat也是 我們最近都看了很多 《十個拆彈的少年》 是否大明一派做的 這部是一部丹麥電影 我們很少講外語片 都是要看字幕的 這部是單獨片 這部是戰爭片嗎 有爆炸又結聲 有爆炸又結聲 但不是戰爭片 那是什麼呢 它的故事都是根據《真人真事》的概念 有真實基礎 Thomas所說的就是二戰之後 因為二戰打仗的時候 德國留下了很多地雷 周圍擺放 丹麥人找回德國戰夫去拆地雷 你知道拆地雷很危險 他們找了一些年輕人 少年 13歲最小 大約是17歲 然後去拆彈 還要之餘 因為當時丹麥被人侵略 將仇恶還發洩在這班小朋友身上 例如餓他們 連吃飯也不飽 就當它完全不是人般康待的故事 所以聽完也有點心寒 對呀 我想SUNNY形容得都相當準確 其實要抱一個這樣的態度 要小心 因為吐氣裡面的確有很多血腥的鏡頭 還有因為題材本身 它就說是真人真事 我們都用一種比較批判和邊桿的角度 去看戰後受侵略的國家如何處理戰斧的問題 這是大圍的環境 我們看到變相虐待 甚至是屠殺 因為這裡我都不說那麼多 總之那個任務是相當危險的 而是隨時沒有命 以及會終身殘廢 輕則終身殘廢 重則即時沒有命 但其實主管的人 其實一直都不在乎 甚至刻意想他們去送死 那你便去拆 炸死我便找過別的 這個問題就是 這整部電影就是在沙灘上發生的 沙灘和一間小屋 因為在這個沙灘海岸 預防民軍登陸的時候 就在沙灘埋了很多地雷 聽說有十萬個 而這十個拆彈的少年 其實是約數 我們數過整部電影 出現過十四個 因為有些可能已經是 拆拆的時候炸死了 所以再調身殘廢 這套戲我想是用一個 比較文氣的方式為主 亦是說少年之間 怎樣看這個任務 以及最主要的 就是一個帶領這批 即是怎樣說 這是一個好像勞教官 身份的丹麥軍官 去看著這批少年 又從他的角度去看這批少年人 和他之間的關係 所以這套戲 其實開頭的時候 這個軍官是相當冷紅的 我們看到炸死就罷兆 也都不給他們飯吃 剛才說過 慢慢發展下去 是向另一個方向發展 亦都用了這個方法去看 其實人性和良知的地方在哪裏 去到這個地步 究竟這批人還有沒有人性 亦都是從這個角度去看 就是救人一命 其實勝造七級浮徒 用了自己的能力 究竟可不可以將這批人脫腐海 我覺得這套戲最好看就是後一小時 就是因為開始看到 這個好像鐵板一塊鐵面 教官 其實他有他人性的一面 亦都開始看到他良心裏面 有一個反省 戲裏面還有一隻狗 還有一隻狗 這隻狗都很重氣 亦都是很好看 我自己覺得這套戲 其實邊撻 我想是二戰之後 那種扭曲的狀態是相當多的 包括那批軍官 包括那批普通的村民 就是住在地雷區附近的村民 有一個村姑和她的女兒一起 人就是這麼少 但這套戲的張力很強 還有很多未如人妙的事會發生 很多驚喜在這套戲中會出現 所以其實如果從一套戲去看 其實我認為經歷性很足夠 因為地雷就是那樣東西 就是一個隨時出現的魔鬼 他就會屠殺所有的生命 這就是我想戲裏面的其中一個最大的懸念 亦都是反省大戰 其實殺人的模型 但有些地方就是受狠更加厲害的武器 是一個相當兇殘和無量的一種殺人工具 就是受狠